不只有股票 我們還有小瑪莉陪大家過新年 而且我們今天要送蘋果豪里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BB 我是Andy 我是千涵 我是志昂哥 今天大年初一 我們要跟大家送禮物囉 送什麼?iPhone 12 什麼禮物? iPhone 12 我們預算沒這麼高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PS5 你送一台Apple Card 也沒有 投票如果你要這麼高檔禮物的話 記得我們的影片一定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邊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Apple的音箱 但是兩位妹妹 這邊不先跟各位投資朋友拜個年嗎? 祝福大家新年都可以賺大錢 鈔票一牛車 也祝大家好運年年長滿 多如牛毛數都數不完 所以到底有哪些產業 可以讓大家在新的一年賺到大把鈔票呢? 我們這邊就來好好追蹤下去 不只這樣 只要留言你看好的產業 就有機會獲得蘋果音響 HomePod Mini 而且最重要一點是什麼? 留言這種歌好帥 可以多增加一次抽獎的機會 什麼? 少來了 請記得一次到留言好嗎? 第一個族群到底是什麼呢? 導播請跑小瑪莉 這個族群就是所謂的FBF宅吧 怎麼會是它? 它是去年的標股吧 我們要金牛年的 你拿一個老鼠來幹嘛 它在2020年這邊股價漲這麼多 最重要原因是什麼? 它的產能持續供不應求 過去我們有跟大家提醒 進入5G時代 這邊不管是高速運算的晶片也好 或者是先進封裝的製程也好 都需要用大量的ABF宅板 因為我們都知道晶片要越做越小 因為越做越小的話 這邊它的功耗會比較低 這邊效能也會大幅提高 那這邊晶片越做越小 要透過ABF宅板 因為ABF宅板它的細線路跟細線寬 完全符合這樣的需求 為什麼ABF宅板最近一直呈現一個功不應求 最重要是過去 過去我們都知道 筆電的需求跟智慧型的手機的需求 都已經來到了一定的瓶頸 所以它們也沒有很積極在擴產 但是進入5G時代不一樣 這需求突然一下子通通爆發出來 不管是5G還是自駕車系統 這邊都要用到ABF宅板 目前這邊各家廠商 新興也好或是南電也好 它們這邊擴充產能 頂多只能增加一成的產能而已 即便說緊縮這邊大量的添購機台 但是整個市場上 還是呈現一個功不應求的狀態 所以我們認為說ABF宅板 在2021年還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那第二個組群是什麼呢? 導播請跑小瑪莉 這組群就是所謂的電動車電池充電這一塊 封關前很多電動車題材都漲了一輪 沒錯 但是電池相關好像比較低調 還沒 不是低調 是你沒有在關心 是喔 它比較長比較少 你去認真看一下 其實這一塊我們在過去金牌比一比 也是再跟大家分享 比如說這個3023的信邦 你可以發現大盤的正當過程中 其實它會穩穩的走它的路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種穩穩的走它的路的話 其實它會走得又長又遠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的相關個股 比如說台牙電 台牙電被市場媒體認為說是下一個戶國神山 對下一個戶國神山 我們可以看到充電槍的這3023的這件核心 其實它也是這樣 股價也是有嚴番的噴出 所以電動車這個電池這一塊 我們認為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來新年我們可以往哪邊布局呢? 你可以往磷酸鋰鐵電池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我們也強調非常久了 雖然中哥認為電動車絕對會是怎樣 今年的一個重點 第三個族群是什麼呢?請看 這個族群就是所謂的新年計畫 他們是炒作股吧龍哥 一日行情啊 朋友你去看一下 這邊美股的漲勢以什麼? 以太空探索計畫的股票最為飆漲 最主要是一個凱撒林股的 它創辦的一個方舟投資 ARK基金 它所追求的是什麼? 追求的是破壞式的創新 它要是從沒有到有的這種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過去怎樣? 重倉在特斯拉 它認為說特斯拉這種它的技術 或是這個趨勢 會讓這特斯拉股價一路上看到4000塊美元 如果還原全息的話其實已經來到了4000塊美元 所以目前怎樣? 目前全市場都在關心說 ARK基金的下一步是什麼? ARK基金投資的標的就是全市場的一個信仰 那如果這邊ARK的太空探索計畫 它的衛星網路如果跟電動車可以match的話 其實這商機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今年就請大家看電動車 還有這個信念計畫 那信念計畫到底有哪些? 其實之前的金牌比一比 我們也有跟大家聊到過 比如說627的同性電 627的同性電 或是231的太陽 他們這邊都有跨入到這個信念計畫 甚至這5309的系統電 它也有 同時他們也有這電動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公司都是這樣 跨組到雙題材 那雙題材一向是我們最喜歡的 因為它的股價特別容易飆 所以ARK基金的下一步 請各位投票一定要好好特別留意 而且ARK不是只有買美股而已 其實它也會 買台積電 對 其實它也在狂買台積電 所以相關的台股都會有機會跟著走一波 所以今天最大獎就是這個信念計畫 中了一個大壩 恭喜大家 聽起來這三個產業真的很有機會成為 新春開盤的主打星 那除了這三個產業 你還看好哪個族群呢 趕快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大獎的是蘋果音箱 當年平安安過新年 而且最重要一點是什麼 影片下方要記得留言 志龍哥好帥 可以增加一次抽獎機會 沒有這回事 謝謝龍哥 喜歡影片別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哦 精彩BB 我們下次見 掰掰